今早的這些股推介是中國電訊728 簡選原因是5G網絡建設和應用、雲計算等新興業務增長加快 推升中資電訊行業增長空間 工信部的數據顯示 今年1至8月份電訊業務收入按年增長8.2% 累計完成10721億人民幣 雲計算、互聯網數據中心、大數據等新興業務收入持續提升 成為電訊行業新增長亮點 1至8月共完成新興業務收入2,075億 按年增長34% 其中雲計算和大數據收入 按年增速分別達到130%和56% 波根大通指電訊股中 中電訊是中國數碼化轉型的最大受益者 因為它擁有最廣泛的互聯網數據中心 以及雲業務 截至6月底中電訊的產業數碼化業務收入 按年增長一成九 期內天翼雲收入按年增長超過100% 達281億 規模持續保持行業第一 隨著新興業務收入高速增長 預料將成為新增長動力 策略上中電訊昨天收報2.91 繼續沿著上升軌向上 業務穩健增長和高股息支持下 預計中電訊第四季為持升浪 目標是3個月 中電訊今年起宣布派中期息 2023年派息將會逐步提升至盈利超過70% 增添它的吸引力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 中電訊2022至2024年度 股息率分別是7.5厘 9厘和9點9厘